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天津石油化工集团 1982年就大学毕业的从事石油化工行业的专家钱广华 正在给员工培训 让一线员工懂原理 懂操作 懂故障处理 是钱广华的职责所在 这个离心泵呢 主要的就是靠它的那个在高速旋转 要点高速旋转的时候呢 产生离心力 然后呢把这个液体呢送出去 然后呢达到升高它的阳城的目的 也就是说 这个离心泵实际上是相当于我们心脏 它把这些个液体从不同的部位 送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去 它实现了这个功能 现在呢 我们主要的是化工流程泵 这方面呢需要的比较多 王平 2007年大学毕业 先就职于一家煤焦油深加工企业 离心泵是他们加工装置中 不可缺少的配合 因此泵的功能质量 决定了产品品质 现在呢 公司主要是有这么几套装置 一共是有一个60万吨的煤焦油 是高温煤焦油 还有一个30万吨中煤煤焦油 还有一个25000吨的洗油深加工项目 其他的就是一些的经济化工的项目了 画面中两家企业的离心泵 虽然一个在天津 一个在河北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通过一个名叫 渔雪玉的 牵线搭桥而够的 现在这台泵呢 我主要的工艺改造是哪个地方 在寂寞的位置 我是经过我们公司重新设计改造了 通了蒸气以后 它是个循环的 就是不停的循环 这样说的 保证了这个蒸气的温度 不至于这个物料在这里面凝固 渔雪玉是烟台龙岗泵业的一名销售业务员 常年的一线销售经验 让渔雪玉对各类泵的功能 优缺点都了然于胸 这小泵的后面这一批泵呢 全部都是生产储存耐的用泵 那么这小罐呢 就都是储存经耐的 耐呢 就是咱们老百姓苏称的 卫生球 这个泵的温度啊 是160度 因为这个耐呢 在100度左右就开始凝固了 那么需要 它在这里面是液体 那么需要168度的蒸气来供给它 它进到外里的时候是液体 它储存外里保温的是液体 它经过上面 再经过一个烘干的过程 走到对面的车间 就是储存车间 才变成要叫结片车间 变为那个和味精一样的精土 泵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 取决于泵本身的功能是否完备 质量是否过瘾 而这些也和一线工人的责任心和技术 紧密相连 我在这个公司今年应该是工作的第13年了 十多年了 今年了 今年了吧 我的工作就是电汗 电气汗 最早工作 大个啥行 我在龙岗待了一块六年 我们厂的部门很多 各个管都不一样 因为它有去选型的 有去搞订单的 石金生 山东省劳动模范 它的工作岗位位于离心泵生产线的最前端 我们是根据订单之后呢 去搞这个设计开法 根据要求之后呢 选水利 盘它的阳城啊 流量啊 这个我们就是 就从这个层面就开始设计这个产品 经过设计的模具 送入到胶筑车间宿木 配比精确的钢水 在模具中成型 成型的零件经过精细化打磨之后 开始加工 加工之后送入到装配车间进行装配 经过设计 铸造 加工 装配 再经过严格的试验 一件件型号各异 功能完备的化工泵产品 就产出了 原来的国企嘛 国企的形势非常糟糕 三年发不下工资了 所以逼得我们没办法 走投无路了 为了生产走出来 01年呢 成立了这个新公司 成立这个起初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募平 募平的是我们租厂房嘛 租厂房干 那时候的白手起家 我们几个人在国企当中 一个月也就是 几千块钱的工资 任何人都拿不出钱来 当时我们租厂房的时候 一年的租金是6万 6万块钱呢 我们就觉得很 担心害怕 能不能交代器 我们现在人没见过那么多钱 龙岗泵业 成立于2001年 位于烟台国家级高新区产业园内 主要生产30大系列 400多种规格的耐火石笨 机械密封和化工配件 就感觉呢 从以前的订单 我们就是几十万的订单 就非常的高兴 了不起 到后来呢 建成之后一起 就有可能接近百万的订单 这给我们很大的意外 很多的产品 走的量也不少 在家里循环的量 也是不少 人员呢 从原来的十几个人 到后来的几十个人 再到后来 上百人了 我们坚守的时间 还是比较长的 一直坚守到现在 所以说呢 5分之的企业呢 经过了很多的侃侃 凭借着一股子 不服输的倔劲 陈培伦闯出了一片天 由于出色的业绩 他成为企业最大的股东 但企业的高速发展 超出了陈培伦的预期 随着压力上升的 还有陈培伦的体重 接受企业之后 因为我呢 首先我说过了 我没有管理思路 数个巨细 每一件事情 我都想参与这些 每一天呢 早晨早起来 晚上还晚再回去 并且来的每一个客户呢 我都想去陪一陪 陪一陪的话 吃得好 又喝了 所以休息的时间 就变少了 断裂的机会就没有了 体重 增长很快 我结婚的时候才110斤 到最高峰的时候 我达到190斤 就这个小个头 190斤 自己站着吧 就自己说就看不到脚尖 鞋带都系不上 所以我学生就说了 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就是想着让他身体健康一点 减肥吧 就是晚上也不给他饭吃 就让他喝点酸奶 然后早晨呢 基本上也是吃个鸡蛋 喝点粥就可以了 中午呢也没有主食 中午一般就是吃西红柿 跟我饿的啊 扣心挖胆的 难受啊 就是运动方面呢 天天早上就是骑自行车 然后晚上就走步 就这样的 头三个月很快 减了三十斤 天天呢 骑自行车 那时候我姑娘 也给她买了个小车 一起 偶尔也要骑起 只要她有时间 我们撒 等着车子 也算是一个幸福感吧 天天 锻炼锻炼 骑自行车减肥的时间 把陈培伦从单一的工作运转中抽离出来 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企业发展侧 人才引进和人员管理 是陈培伦思考的最多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业务也是逐年提高 并且将来称重给我的任务将来争取 一年也要争取干了两三千万 因为咱们国内这些生产厂商 主要生产一些相对比较低端 大陆货 也就是说重工为邦 基本上都是由国外把持的 也就是说靠进口 原来刚开始是全进口 整机进口 后来随着这些国外有些合资公司进到中国来 他们可能崩头进口 到国内来配电机 配底座 来进行一个整机组装 但是这几年 由于国外技术以来之后 我们国内跟着学习 所以说这个进步也是很大的 王太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从事过工艺设计 车间 售后服务 销售 是化工泵行业的多面手 陈佩伦慧眼识珠 重金聘请他成为龙岗泵业的专业人才 现在我主要就是负责一些技术和销售工作 技术这块当然有转业的设计 我不用过道插手 但是一些大的宏观的一些产品开发 我是要参与一些决策性的 纲领性的东西 第一个主要是 我现在主要经理抓市场 市场他们国家 从去年开始 项目 化工项目 就是民生问题 抓放宝的同时 项目还是要活动要上 所以项目也比较多 一些大的项目 我们要例证参与 参与完了还要例证中标 所以这一块包括去技术交流 有一些崩的形式的选择 有一些区间一些高端对方技术领导 这些东西 我基本上是围绕这个路子在走 抓市场 完了兼顾技术 王太路的到来 令龙岗泵业更加有底气 进军高端泵领域 因此王太路入职后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负责完成12台高端泵的订单 这是公司的重点项目 正好又订了这个货 所以说我们从去年应该是 8月份开始 到研制到设计 一直到今年8月5月份 我们就开始整个实质 到6月份经过实验出来 实话谎言来说 它分三类崩 一类崩的话 就是朱壮这种崩 就是关键崩 关键崩位 二类崩相对就差一些了 三类崩呢 就是全是大路过了 像这一次我们这个12台大崩 应该是这个一类崩 一类崩里边的关键崩 这是表明了我们 严排龙岸崩业 进入到项目这个A类崩 也是一类崩的这个竞争平台 这是一个值得飞跃 作为龙岸这个企业呢 那么看到它的这个装备啊 规模啊 他们这个企业员工的 这个选择的这个技术路径 应该还是可以的 它是从开发一些节能产品 那么同时他们在可靠性 就是奔的这个可靠性方面 做一些探索 我还是比较倦的 一定得 接手了这个事情 一定要做好 做一定要做下去 中间一个轴心 围绕轴心 水泪去运转 运转力偏了 它就不会正常 它就出来震动 就像我们的管理一样 轴心 那肯定是以我为中心 我带领我们的高管 高管带领我们的中层 终层带领我们的基层 这个中心是不变 然后上有令 下有执行 理念是很通 它那来干什么 就是搭建管理模式 然后建立好的管理团队 管理算了 水利就算了 这几年从10年接手到现在 我也见证企业的快速发展 高速发展 人员的素质在不断地提升 一台优质的离心泵 是要利用液轮旋转 产生压力 定向输送液体 而一家优秀的企业 也是要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心往一处想 力往一处使 龙岗泵业正是这样一家企业 通过动能转换 把力朝一个方向 只为高效输送 在短短数年内 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 这也正如企业倡导的价值观 追求卓越 永无止境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坚守下去 才能长远 坚守的是什么 就是品质 没有品质 企业没有生存 没有品质 赢得不了更多的客户 所以说呢 品质的词呢 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赖